这个太重了 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 然后往里面塞票 不能这样 底下有笑牙的 应该是本次考古发题 第一次提取如此重要的一件文物 所以我只能跪在那个平台上面 要保持身体的稳定 所以说这个 幸亏这个心理素质比较过硬 手没有抖 我手更抖了 但是我拼命地控制 而且小转接出来 我在坑口 还有差不多三米 我还得小心一点走过去 这个精气就是传递到我手里边的时候 说实话那个心情还是很强烈的 这个精气就是传递到我手里边的时候 很激动的 不到一百米吧 大概可能走了将近一分钟 非常非常谨慎的就是做这个工作 现在这个小转先来取一些样具 先把线拿下来 观察一下就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那种细微的一些痕迹 那些再给大家请教一下 因为当时提取时间也比较晚了 就是已经持续到了晚上 然后我们就初步的看一看它有没有可能 对下面下一层造成影响或造成破坏 发现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当时呢就提取出来之后 为了它的安全就送到了这个 他们这个三星堆的文物保护基地 第二天 整天吧这样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 对它再进行更细的这种清理 我和他们三星堆的 四川省考古院的做保护工作的几位小同事 逐渐地把这些泥土去掉 大家知道阴影器都是很柔软的 在金属当中特别容易产生划痕 如果提取不当的话 可能会给它有新的伤害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去的用大的这个工具去掉之后呢 剩下的贴近这个金银表面的这个泥土呢 就用清洗的方式 不再用其他的工具来进行提取了 下面的这个展开 从谨慎的角度上 我们请了一位专门做金银工艺制作的一位老师 就是康老师 由他再一步步地把它展开 他的经验非常重要 常年进行这个金银的这个材料的这种触摸和制作的过程 它对于金银这个柔软度和它的这个修复的这个手感非常的重要 你不把它清洗出来 把它展开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来 它是一个耳朵的形状 正面展一展 反面展一展 过程当中还要用一些工具 逐渐地把它的弧度找出来 所以到最后才能看出来 翻过来以后才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面具 展出之后残长是28公分 那么这个宽度大约是21左右 是目前来讲 在我的印象当中所看到的 在国内的几面具当中的尺寸比较大的 发掘还在进行当中 在它的附近 甚至于在它的下层 有很多的晶片 那么我们最期待的 当然是它残损的一部分 但是目前来讲 还没有找到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片东西 只有一少部分的晶片 跟它可以能有对上的这个迹象 遗憾的就是它有一些边缘 是有烧融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还不敢肯定 一定是来自于这个金面具的 我们的每一步工作 应该说都是谨慎的吧 不能够鲁莽行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